它就設計這樣開扣子 因為如果扣起來的話就不會抽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 也可以大家把褲子放在我今天抽籤這樣子 我相信所有候選人今天來的號呢 抽這個號碼都很緊張 大家不要太關注我這件衣服 不要因為這個失了焦點這樣子 性專區的方案其實我們性專區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有成立過 其實全台目前沒有一個現實成立性專區 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大家都可能想要去 性專區很棒 你想要性專區 但是不想要性專區蓋在你家附近 這是必然的嘛 所以一直以來 就為了選票可能很多人就沒有成立性專區 但其實台灣現在大家一定都心知肚明 我們現在現下的性工作者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他這些信任會可能遭受到 不公你的對待啊 然後不公你的待遇啊 或是到70等等的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我們今天只是提出這個議題出來的 就是希望去改正它 希望它可以讓新專區的工作者或是消費者 都可能更加受到保障 然後更加的在裡面就是暢行 可以自由自在消費 以及安心的工作 提供這樣的環境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這個 這個我真的比較年輕力量去參政呢 就是可以大家多多關注政治的議題這樣子 謝謝 錯誤 uży的